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去他们家然后想和他结婚嘛 他妈妈说结婚的话最好是有个家 这个也是暗示我想买个房子嘛 是吧 然后就和小燕然后商量着怎么赚钱去买这个房子 我呢就是回到河南快乐精灵舞团然后继续工作 他呢留在老家四川嘛 他把他的每个工资都打给我 哦 你理财啊 对啊 然后攒钱来买这个房子嘛 现在呢终于有这种能力了 然后来买这个房子 他暂时还不知道的 你来给他惊喜的是吧 是吧 房子买哪了 买在他老家四川 买这房子不易吧 哎呀 买个房子跟你们对这人来说轻而易举吧 什么轻而易举啊 我们买房子也攒好久呢 两年之内吧你说 平均每天工作要十五六个小时 除了每天的固定演出和排练之外 然后又做了兼职嘛 攒了多久啊 两年多吧 首付是七万多 然后又穿朋友借了一些嘛 哎 你们房子多大 才五十多平米 五十多平米 可以了 可以了 买房这个事儿 你父母怎么意见 我的父母都不在了 我的父亲在我两岁的时候不在的 然后我母亲在09年不在的 本来就是你现在是一个人 所以你特别想有一个家了 是的 是的 不容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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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所有主持的节目我都有一个特性 女孩子流泪给吃 男孩子流泪我从不给吃 用袖子擦 要不就往肚子里咽 你看 没出来啊 没出来啊 有本事你让他不出来啊 行 小伙子不容易 虽然个子小 但是呢我觉得比好多个子高的男人 要做得更好 孙浩和小燕曾是舞蹈队的队友 为了满足小燕父母的要求 同时也为了给心爱的女孩一个家 两年前 孙浩离开小燕去到河南工作 为了早日达成目标 分居两地的孙浩和小燕不分昼夜的工作 今天 孙浩为了给小燕一个惊喜 偷偷买了一套房子 那么两年不见的小燕 会不会接受这套付出了很多努力 而又被隐瞒的房子呢 她会来到现场 接受孙浩这特殊的告白吗 我是觉得啊 再相爱这么大的事 虽然是惊喜 你总得给我商量一下吧 我想问一下 在场的八位嘉宾 如果你的配偶 对于你们家房子这么大的事 居然不智慧你一声擅自做主 你们满意她的这种行为吗 满意 请按 感叹好 不满意 请用 问号321 请表态 对此表示赞同的都是未婚女性 我这个已婚女性就表示坚决不赞同 我觉得多好呀 这买房这么大事都不用我走脑子 就直接搬进去住就得了 对吧 你说你买套房 咱们将来一生生活的地方 我都不知道在哪 是闹市区啊 还是这郊区啊 周围环境怎么样啊 这些都得跟我商量啊 我觉得呢 房子包括装修 都要男人喜欢 他才喜欢回家 所以女人千万不要跟老公吵架 就是装修了 房子了 这些问题 因为这是家里的大事啊 所以说我觉得你今天很危险 还自以为给人惊喜呢 不会吧 对方得给你个接下 好心办坏事咯 不会吧 我特别希望你今天能够成功 好吗 好 来 我们再掌声鼓励一下他 来请到开启告白这门的按键旁边 我先问你几个问题 第一 你女朋友知道你来吗 不知道 那他要是不来呢 我感觉 凭 凭我们俩的感情 平时他就很相信我 挺依赖我的 他会来的 那如果你女朋友来了之后 你的这个所谓的房子 真的对他是一种惊吓 他不高兴了 你怎么哄他呀 想办法哄吧 就是 说出我这两年的不容易嘛 你要做好准备啊 我要祝你成功 把手放在上面 我们一起倒数五个数 五 四 三 二 一 请按键 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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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什么人 干吗 笑死人了 哎呀 我的妈呀 看像不像一家餐口 你带我便宜 介绍一下自己 大家好 我叫小燕 来自四川 今年27 谢谢 你刚才是从后面偷偷上来 给他惊喜是吧 对 你平时经常这样给他惊喜吗 没有 也很少有机会呀 你刚刚听见了他上来说的话吗 听到了 让他给你擦吗 我自己擦 哎呦 真的开心啊 嗯 那房子你又没建着啊 你都不知道什么样 但是我感觉他应该是按照我的意思去买 但这两年的相思之苦你们怎么度过来的呀 特想吧 累了的时候肯定会想的 嗯 然后孤单的时候也会想的 那接下来我把舞台交给你了 嗯 好不好 好 好 接下来是孙浩的告白时间 我走了 给你这不错 kunne我们现在应该看 我吗 不会不错 задач 我 吧 肚子 我们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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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